高铁是怎么跑起来的 高压线为什么磨不坏 这种东西叫做受电弓 运行时 它负责与铁路上方的高压线进行连接 给列车提供电力支持 高铁跑得这么快 为什么连接处磨不坏呢 我们先来说说高压线 列车头顶的高压线 都会选择高强度耐磨材料 而且当列车经过时 才会出现瞬间摩擦 与其担心高压线磨损 不如把注意点放到受电弓上 列车开始运行时 受电弓被气动装置抬起 接触头顶的高压线 气动装置上有气动阀门 可以让受电弓以一定压力 与电网保持接触 而受电弓与电网连接的部分 叫做碳滑块 碳滑块是一种 运用多种合成材料的易消耗品 它导电性能好 并且带有自润滑的功能 虽然在运行的过程中会不断磨损 但属于易消耗品 列车在运行2到4周内 都会定期更换受电弓滑块 这时候肯定有细心的同学注意到了 高压电网就简单一条线 为什么碳滑块要设计的那么宽呢 不浪费材料吗 其实这样的设计别有用心 高压电线的铺设 其实跟列车轨道会错开一定的角度 它用支字型的设计 让高压电线可以和碳滑块之间 保持均匀摩擦 这就有利于增加碳滑块的使用寿命 也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磨损消耗 那又有同学疑问了 如果哪天运气不好 把滑块磨穿了呢 这个其实不用担心 受电弓和电箱之间使用绝缘材料连接 并且碳滑块底部有气压装置 如果磨光了 系统装置就会迅速降工 以保证行车安全 其实说到磨损 还有一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高压线的连接节点 从远处观察 我们很难想象受电弓是如何避开这些节点的 但其实我们放大之后就可以看到 节点只是连接到高压线的顶部 并不会参与到接触磨损中 小时候我们都学过 电这种东西需要保证闭合的回路 才能让电灯亮 电机转 而列车运行也一样 前面我们说的都是列车头顶的高压接触 那另一条线在哪呢 相信很多同学都已经猜到了 那就是列车轨道 列车轨道和列车车轮相接 列车车轮接入电机 电机再接入受电工 受电工接入高压电网 形成回路 但在这期间 还需要进行交流电 直流电的转换 以及变压转换 在一些城市轨道交通中 由于各方面原因 不利于铺设高压电网 那么第三轨就出现了 这个轨道其实就是把顶部的电网铺设到地面 是一条单独用来供电的轨道 与列车挤电靴连接之后 同样为列车提供电力支持 优点就是不影响城市景观 检修便捷 驾设成本较低的 缺点也很明显 由于安装在地面 形成回路较容易 所以也相对比较危险 对于安全防护要求更高 最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bug 受电工升起之前 列车是没有办法形成电力回路的 也就是说 此时的列车可能是没电的 那它是怎么让受电工升起来的呢 这个问题就很好办了 列车上其实是有辅助电力系统的 辅助电力系统不参与列车动力牵引 它主要负责提升车厢内乘客的信服指数 比如照明 空调 供电插座等 而辅助电力系统也会有蓄电池 在列车没有升工之前 需要一些电力的设备 就需要蓄电池提供电力 作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交通出行方式 相信每个有过乘坐体验的乘客 都无比惊叹于铁路运输的高效和舒适 不过 下次在乘坐轨道交通时 你就可以告诉身边的人 高效和舒适面前 拥有这么多有意思的黑科技 这里是求生的知识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记得点赞关注